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你希望借这个来走红的 如果我不热爱做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我要做 为什么我要承担这个对我生命的危险 因为我这么公开的反共和反习 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对我来说是有危险的 大家好 这里是观点 我是唐祈威 今天观点节目的嘉宾 我们通过视频连线 邀请了人在洛杉矶的美国90后乐乐法利 乐乐在美国拥有经济学和中国研究的双重学位 在德州长大的她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曾经是中国大陆颇有人气的一位洋网红 但是自从几个月前 乐乐在YouTube上推出新冷战 《爱玲爱玲》系列幽默短剧 扮演维尼熊讽刺挖苦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以及中国政府后 乐乐法利这个名字很快在中国大陆被全网封杀 从中学就开始学中文 热爱中国文化的她 为什么要用自己的喜剧和语言才华来批评中国政府 她这么做究竟是为了让自己更红 还是真正关心中国的自由民主呢 不过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听一听乐乐19岁那年的暑假 第一次到中国的城市 上海的感受 你第一次去中国是到了大上海 所以当时你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伟大 去上海实习的是19岁的时候 所以那个是大二和大三之间的暑假 然后在那边待了三个月 我老拿美国50年代来做一个比喻 就是说美国50年代 你总会觉得就是亲戚好友们中间 就突然有一天他们就发财了 就到处都有机会 对吧 所以我在中国学习的时候 几乎每个周末或者每一次放假的时候 我都会买火车票 对吧 然后就去旅游啊 去看中国就是不同的地方 通过这样的经历的话 我就感受到 我觉得这个国家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你后来是怎么申请到南京大学 这个孔子学院去学汉语的 在孔子学院开始读书 纯粹是因为他们就是在爱莫里大学 有一所这个孔子 所谓的这个孔子学院 Emory她的这个中文系的叫什么部长 非常 系主任 系主任她是非常厉害的一位中国女人 其实中国研究这个专业除了语言学之外 还会包含其他的课程 就比如说我们专门为了学文化大革命 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 然后就这位老师 她看到我在这些课就是表现 就是对于中国文化 就是非常感兴趣 她一直鼓励我 就是申请到孔子学院能够提供的这一些奖学金 最近光是美国就满多西方国家都关闭了这个 中国的孔子学院 因为孔子学院是被认为就是中国在做这个政治宣传 那你在南京学习的时候 有没有就是受到过任何政治宣传效应 Definitely 有啊 for sure 有 well 很多人以为他们会很张扬 公开的对你说 就共产党非常好 但实际上 他们的这种可以说是属于洗脑的手段 是在你看不到的东西上表现出来 就比如说你这个中文就这这本课里面 你你学的大多的这些主题话题 都不会接触到敏感的这个领域 但是呢 就比如说在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这所有的这尤其是高级的这些口语老师啊 呃 他们都会提倡学生在课堂里就是发表自己的意见 包括关于政治啊 关于社会学啊 就是我们都不会觉得我们是被束缚着 呃 但是这个那个是2013年 所以那个时候习大大习近平啊 他还没有上台就是破坏整个体制 所以就是2013年的时候 即使是在孔子学院 你们在讨论一些政治话题的时候 还是可以比较畅所欲言 是不是啊 对 没有 没有觉得有任何的障碍 你这是习主席 美国彻底暴乱了 真的吗 太好了 到底怎么回事 你赶快说来听听 哦 一个美国警察执法的时候 你是去了这个中央系学院对吧 美中系 嗯 你说过你在中系 有很多事情的机会 但是几乎每次都被你搞砸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仅仅是在北京的时候被我搞砸了 还有在洛杉矶 其实更多是从中系回到洛杉矶之后 为什么我演不出来 就是他们这些 可以说是属于舔贡的稿子呢 那就是因为 他不仅仅不属于我自己的话 他刚好是跟我的想法 就是完全是相反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些节目是希望你以乐了 以Alex Farley这个身份去舔贡 去讲这个 去讲这个话 那就不一样了 对吧 2018年其实你是在洛杉矶待了一段之后 又回到了上海 你说这次回到中国 像是一脚踏入了文革的2.0时代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你现在就简单的去读一下中国人比较多的论坛 或者你简单的去看中国现在微博或者知乎的评论区 你就会觉得已经文革了 已经文革了 就比如说我最近几天嘛 再看一个傅丹教授说什么美国是这个世界秩序的造地 然后中国才是破坏这个秩序的something 然后这个评论区全都是在攻击这个公知 我就觉得这个跟文革有什么区别 我问你们 而且尤其是在00后这一代身上 你特别能感觉到 就特别像当年就以前文化大革命 因为错过了上学的机会 就是后来就变成了一个 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劳动市场的一代人 就觉得特别可怜 就能感觉到这个民族主义啊 海外思想啊都有 我还看到你创作一首MV叫白猴子 什么是白猴子 白猴子是什么意思 白猴子就是在中国生活外国人圈子里 经常用来形容所谓杨五毛的一个外号 一个贬义词的 尤其是这种从事娱乐行业的 所以白猴子的一些技术是什么呢 就来一个八百标饼奔没泼 泡饼奔排别边跑 还有什么呢 就是说咱们溜个弯去 就是你说一句疯言 中国人也就高潮了 但是他是谁啊 他有什么观点啊 但是中国网友们他们不想听这个 所以你觉得在中国的一些西方人 他们都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 一定要向中国的民众解释一些真相嘛 他们有没有一种选择 就是可能我只是想 中国的美食啊 中国的一些文化 而不涉及到这个政治呢 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啊 因为现在88 Rising 就是88 Rising是一个说唱广排 然后在他们在美国 但是他们一半的市场在中国 但是呢 说唱它的本质就是说实话 就是我对当下的生活就不满意 对吧 我什么都要疑问 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呢 你要走心啊 你要用心啊 那如果你是在避免 现在最有关系 最重大的一件事 就是刚好是中外关系 中国和这个 尤其是美国中美关系 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未来 整个世界的未来 就在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中 那如果你就是故意的 保持沉默的状态 我心灵里感觉到的是 是帮凶 但是我所说的这些白猴子们 他们绝对是帮凶 他们门清啊 门清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门清 因为他们的经纪人会告诉他们 现在我们不能说富二代 因为中国有一个官二代 就是开弗拉里的时候 就撞死了几个人 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能说 然后呢他们这些白猴子们 就听到这样的消息 他们就是 好 OK 只要我能继续赚钱 没关系啊 OK 那你就是帮凶 现在疫情以后的世界 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已经是 post-covid的世界了 对吧 那post-covid的世界 有什么样的威胁呢 共产党会利用这个防火墙 来 来衍生出 一条 其实假历史 Master Some of the Galaxy has requested That we check out the China sector 然后呢 Well That is your sector Master 我不是已经下过纸了吗 要这么去糊弄那些西方人 你自己找着办 勒勒说 后疫情时代 中国政府的种种表现 让她下决心用自己的方式 来反对这个极权独裁的政权 在她推出的这个冷战2020系列视频里 勒勒身兼好几个不同的角色 自编自导自演 因为扮演维尼熊 讽刺习近平 以及中国政府 勒勒法利这个名字 很快在中国大陆被全网封杀 但是 她这几个月在海外社媒上新增的粉丝人数 已经超过了之前 她在中国国内的 大家在惊讶 勒勒中文水平的同时 更佩服 她点评中国问题时的辛辣有趣 勒勒说 她之所以可以很快理解 中共的话语体系 是因为她在中国大陆的一段 特殊的工作经历 可是这些人都已经被你买通了 还剩了一个 她的名字叫勒勒法利 你还给人民日报做过几个月的编译 对吗 那段经历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只做了 差不多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而且那个时候 纯粹是为了就谋生 没想到现在会如此有用 因为我就是那个时候 接触到的这个官话 就几乎每天都得把中国的 中文的这个官话翻译成英语 我才发现了 就是他们中国政府会怎么用中文 去表达出来一种 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有意义的话 但实际上完全是空虚的话 就没有任何具体意义 我觉得比较出乎意料的是 我就接触到的这些党员 就比我想象的清醒很多 为什么他们会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呢 因为他们也有一些孩子们 他们都要送到海外去上学啊 所以他们也会问我 关于这些问题啊什么的 然后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拉进距离之后 我也会慢慢的就问他们一些 关于习近平的问题啊 尤其是习近平 然后大多数都觉得不行 尤其是自从2018年以来 能感觉到大家都对他不是很满意 是您觉得 就是今天中国这一切都是习近平造成的事 你是如何评价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的人 我觉得习近平肯定是有最大的责任 for sure 但是呢 自从疫情爆发 还有习近平上台 我就是慢慢的意识到一个事实啊 不管中国的这个政府体制 以前有一些 我觉得值得西方政府学习的地方 但是我们都得承认 一个政体 要是没有一定的透明度 甚至说不是完全透明的话 那独裁迟早会出现 你说你预测中国政府很快会垮台 是不是 这个很快是多久 我觉得两年以内很有可能啊 甚至明天早上就可能有啊 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这个内部就一点都不透明的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 呃 李克强的言论 还有习近平的这个慌 越来越就觉得比较慌的状态 能够感觉到 中国的经济体应该非常差 现在应该就是比我们都能想的差 很多很多 我觉得中国以后会应该会民主化 但是太民主化的同时 我估计也会瓦解 我希望将来 为什么我希望美国政客 或者西方政客 可以开始跟像李克强 有这样有脑子的一个共产党党员 就是有所接触 知道这个会促使这个内斗 因为如果全世界都制裁中国 最先要吃苦的是中国老百姓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促使这个内斗的话 也是一种减轻中国老百姓吃苦的手段 这档节目呢 是央视的 上面非常的重视 我们希望能找到几位真正爱中国的外国博主 可以帮我们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正能量 社会主流价值观是什么呢 哦 是社会主流价值观 但是你们不知道也没关系 今天我们主要是要看大家的态度 还有思想是不是专政 哦 我爱中国 你做这些反对中国的视频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普通中国人的感觉 如果是有一个中国人 他们他专门做一些视频 专门来批评美国 会不会引起美国人的反感 No way This is so funny 美国的这个新闻节目栏目 售视率最高的 不仅仅是那种以讽刺的口温 去讲美国新闻的节目 大多数也是请来外国主持人来给我们讲 对吧 澳大利亚 英国南非都有 来讲 所以美国跟中国 其实在这个方面 是相反的 美国人 尤其是美国的这些知识分子 可以说是知识分子 就是有一定的教育水平的美国人 你如果 你如果就是讨好美国人 说美国都什么都好 立马会被骂死了 立马会被人说 你这个 You're so stupid Are you kidding me 所以这个是言论自由 环境之下会培养起来的一种能力 还有的一个 你的口味就不一样了 对吧 在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中国问题是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 那我看到有质疑的声音问 你做的这一切有多大程度 是因为你真正的关心中国的民主自由 中国的人权 又有多大程度 是你希望借这个来走红的 你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我在决定要走这条路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可以回去参加那个 非正式会谈的那个谈话节目 那个节目我要是能上一集 我这么爱聊天 我比他们上面所有的嘉宾 更能聊 更能砍 我要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上一集的话 肯定在中国全国会爆火 这是肯定的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这样去做 我非常想要谈民主化 因为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回去 你知道我本来特别想住在中国 跟中国人一起住 跟中国人一起生活 我向往这样的生活 因为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有意思 你现在是不能去中国的是吧 我要是去中国的话 我一到中国就会被嫖娼 他们会说你在这个飞机上嫖娼了 我最注重 我最看重的是 大家喜欢我的作品 因为我的作品全都是非常用心的 如果我不热爱做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我要做 为什么我要承担这个 对我生命的危险 因为我这么公开的反共 反习 在一定的程度上 也对我来说是有危险的 这个我相信任何了解共产党的人 都知道这一点 都掌握到这一点 那为什么我还愿意做呢 因为I like it 乐乐法力告诉我 她是一名喜剧演员 一名说唱歌手 但更是一位语言学家 鲜熟的中文 让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深刻的观察这个世界 乐乐很欢迎大家发私信和她聊天 不过她说 不要从推特上发 要从instagram上发 因为推特上有很多五毛 经常发信息攻击她 让她很头痛 好观点节目 让我们分享不一样的观点 我是唐祈威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 我们再会